沙水之间的速特 张谦的初始 使中国人得以了解了中国以西的人类文明 并开始有意识地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人类建立联系 进行商业贸易往来 张谦比马可波罗早十四个世纪 比哥伦布早十六个世纪 从东到西横跨中亚大草原 探访欧洲地中海和大西亚 中国首次跟离海黑海地中海和印度洋周边的国家 建立起外交和贸易关系 由于张谦的开拓之旅 加上只有汉朝皇帝才出得起的赏赐 从印度到波斯之间的各国都前史来朝 四条国际贸易线路 即经常为商旅所用 其中有两条分别经过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南边和北边 另一条路行经缅甸到印度和仙罗 还有一条是横跨印度洋的海路 因为陆路沿途都有汉军助手 来往的西域商旅可以在绿洲上休息停留 顺便和中国的商人往来贸易 闪闪发亮的丝绸 因此成为罗马贵妇最想得到的奢侈品 而这可以往来贸易的通道 便叫做丝绸之路 这枚丝绸之路上出土的丝和府印 是汉代新疆地区屯田关的印章 这位充满异域特征的男子 却身着汉族样式的华丽丝绸 他有可能是当时来自西方的一位富商 或者是西域诸侯国的一位贵族 这件丝织物是马人武士壁挂 马人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民族 这幅白地兰花的棉布 是中国境内最早的棉织品之一 大约产生在公元25年前后 这是锦护博 花纹中清晰地织出了历书的 五星出东方历中国字迹 这些用丝绸制作的锦带 锦囊 丝绸绸衣物也都出土于丝绸之路的沿途 直到十九世纪 中国一直保持着对外贸易顺畅 汉武帝与亚历山大一样雄心勃勃地频频发动远征 在捍卫将预抗击击匈奴的同时 他征服了现在浙江及福建的沿海地区 并将人口迁移到内地 公元前111年 他又将现在广东广西境内的南越 以及越南北部地区并入了汉场 汉武帝在今天的河内附近设立的制所 延续了千年之久 公元前108年 他灭掉了现在朝鲜境内的速胜 在今天的平壤设立了制所 汉武帝设置了13周次时 并从内地移民70万人充实变强 为保护这些移民 他将长城延伸至新疆的郁门一带 这样汉朝的势力就扩展到了 以中亚塔里木盆地为中心的 绿洲农业地区 汉朝军队甚至分别于公元前104年 公元前102年 两次越过广阔的帕米尔地区 进入俄罗斯布尔齐斯坦境内 追击匈奴人 随着汉帝国的军事行动 中华文化盛行于东北亚 向南则到达了北部汪海岸 这是汉政府发给羌族首领的官印 这是汉武帝赐给西南少数民族的颠王之印 这是记录当时颠族社会 祖盟典礼的祖盟场面 同筑背器 这是纳贡场面的同筑背器 战争场面的同筑背器 这是西南地区的刘金武岛同筑市 200年前 日本九州发现的一颗金印 证明当时汉朝曾认当地的囚领为普庸 这是汉代画像砖所表现的燕银场面 这种宽袍大袖的服饰和贵坐的方式 早已在中国绝境 但在日本仍然随处可见 汉武帝晚年反省了自己的老师远征之过 并于公元前89年下诏自责 同时敢用温和的态度与匈奴和亲修好 这是汉匈奴归义亲汉长同应 归义是加在民族名称前面的封号 公元前52年 离中国最近的南匈奴的蝉鱼 不得不向汉朝俯首称臣 其余的匈奴部落进一步向西迁徙 从而完全脱离了中国的控制 公元前42年 汉朝军队再次越过帕米尔 深入前苏特王国 在那里打了胜仗 并俘虏回一些罗马士兵 这样汉军就把他们的势力 扩张到离首都2000多里之外的地区 而罗马帝国 虽然地处海上交通便利的地中海地区 即使极盛时期 也未能做到这一步 实际对汉武帝时期的中华帝国 做了这样的记载 汉朝兴 四海之内 莫非王府 关爱开 富商俱赌 纵横天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